大家好,我是游戏鬼的主持何文杰 又是時候和大家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 首先希望大家幫忙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留言讚好,分享我們的短片給你的朋友 在中國文化裏面,第二隻手指我們叫食指 這個食指其實和食物有沒有關係呢? 今天和大家慢慢講一下 據說在古代的時候,人仍未懂得發明筷子 都是用手來進食的 第二隻手指因為最靈活 所以進食的時候經常會用它來拿食物 或者去減佔湯水和食物放在口中 久而久之,這隻手指就被稱為食指 其實食指這一詞早在左轉春秋的時候 已經有所記載 亦是成語食指大洞的出處 相傳春秋的時候,鄭角的季戚公子宋 每次都要食指一跳洞,必定吃到山珍海味 出市進國的時候,去食指一洞 就吃到石花魚 出市楚角,食指一洞 結果就成到天鵝肉 後來食指大洞就成為成語 用來比喻美食當前 還有一個食語大家可能都比較少聽 叫做食指好飯 意思是指家中吃飯的人多 比喻家中養活的人口多 所以食指的名詞 亦都可以說中國文化和食物有莫大關係 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結束之前記得在右下角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短片廣傳開去